大家好,我是公主社的原子军 今天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莱雅琴调弦的小知识 将会是非常干我满满的一期 你一定要耐心看完哦 首先呢,很多小姐姐会问我 能不能把我的莱雅琴调好再给我呢 这个答案肯定是百分之百不行的 因为像这类弹波的乐器 或者是像小机琴这类的弦乐器 由于它特殊的结构和材质决定了 它过一段时间就会跑音 可能三五天你的音高就变了 甚至一两个小时你发现 你的这根弦也不是原来那个音了 所以在每次演奏前 我们都需要对莱雅琴进行调音 比如说在我们看家药乐团演出的时候 无论是管乐还是弦乐 在上下半场演出前都会进行一次调音 而有你的摇滚乐队演出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它在每演出一首歌曲 吉他首或者贝斯首也都重新调音 所以调音是掌握这类弹波类乐器最基本的技能 而我们在乐器运输的过程中呢 也不会把它调得非常好 把它发出来 一是因为它很快就会跑音 另外呢 我们不能把它调的这个弦很紧 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容易崩断 所以说您拿到这个琴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它进行调音 接下来呢 我将从最基本的什么是音高来给大家讲一讲 因为今天没有钢琴 所以呢 我这边拿了一个键盘的合成器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在简谱当中 常用的1234567对应的就是键盘上的 Do,Re,Mi,Fa,Sala,C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相邻的七个白键 这七个白键呢组成的就是一个八度 这个Do,Re,Mi,Fa,Sala,C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唱名 还有一种是用字母表示的音叫做C,D,E,F,G,A,B 它叫做音名 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呢就是 Do,Re,Mi,Fa,Sala,C分别对应的是C,D,E,F,G,A,B 而这七个字母呢也就代表的是钢琴上相邻的七个白键 它们代表一个八度 像我们通常用的88个琴键的钢琴里面 会有七个完整的八度和两个不完整的八度 也就是依次循环一共有七个Do,Mi,Fa,Sala,C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依次类推 而在我们调音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音名C,D,E,F,G,A,B 而不是唱名 因为音名表示的是一种绝对的音高关系 唱名的Do,Mi,Fa,Sala,C 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它是一种相对的关系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在我们所有的调音软件或者调音表上显示的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字母而不是数字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在调音的时候调的到底是哪一个C呢 在钢琴上有这么多个C 我们到底是高音的C还是低音的C呢 于是国际上就有了一种通用的来计量音高的方法 就是在音名字母后面加上一个数字 从低到高每循环一个八度呢 右边的数字就加1 比如说假如这个是第一个八度的C 我们就叫它C1 然后往上循环一个八度 这个是第二个八度C 我们就叫它C 然后是C3 最后是C4 那第四个C C4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C 这个就是我们音高音名的标记方法 所以呢我们在调弦的时候呢 是啊 根据自己的演奏曲子选择不同的音阶排列 而袁泽老师最近发现有一些雅雅琴 其实是在弦柱上有刻上固定的音名 个人认为呢这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因为这个弦的音域是你随时可调 它调成什么样的音 是个什么样的曲子 如果你把它刻成固定的音名 当你调成其他要用的音阶的时候 就不太方便容易混淆了